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 我是姓公会李兆强小学的陈小燕校长 在我的教育生涯里面 告诉我 其实看到小朋友的成长 就是最快乐的事情 学校其实不只是学知识的地方 是他们学做人 学处事 学朋友交往的一个好地方 在学校里面 其实知识都不是他们最重要的事情 而是有一个良好的品格 我们相信小朋友能够在面对疫境 都能够有自强不息的精神 反而是最重要的 因为在学业上 其实他们可能会有挫败的时候 可能会感觉到有困难的时候 但是如果他能够自强不息 见到困难都不却步 愿意努力去尝试 这种不屈的精神才是我们最欣赏的 邵强的同学成绩很好 是因为他们大家都知道 任何问题都可以找方法去解决 大家都愿意去尝试 愿意去学习 这种可爱的精神 这么坚毅不屈的精神 愿意求知的态度是我们老师们最欣赏的 在学校里面 小朋友和同学之间的相处 难免会有拗叫 或者有意见不合 但是在学校里面和人合作 都是一个相当之需要学习的课题 学校就是他第二个家 所有同学都是他们成长的好伙伴 好支援 所以学习和同学之间 怎样去沟通 怎样去表达意见 都是相当之重要的 各位家长 我整天都会提醒家长 求学不是求分数 求学应该是学习做人处事的态度 所以他们怎样去面对他们的学业 面对他们的成绩 面对他们的同齐之间的关系 都是他们人生上很宝贵的一课 在学校里面 老师都会为他们精心安排不同的教学内容 在学习上透过四高课堂 让他们学习和同学之间彼此的意见交流 并且勇于发表 亦都能够虚心接受意见 这是相当难得的 好多谢我们的同事 好细心为他们安排这些课堂活动 让他们有机会去实践 和同学之间彼此合作 共同努力 优差并进的精神 学校里面 亦都为同学创设很多 给他们发挥的机会 最近我们25周年校庆 就成立了STEM这个教室 我们的同学在科创上面 大大的进步 因为有了一个很好的环境 近两年我们的同学 都有参加 Robot Master的机械人比赛 在当中我很欣赏他们 在试验里面不停去尝试 会有初拜 会有错误 有错失 他们学习去撇除所有其他错误的原因 不停去求进 亦都在团队合作上面我很欣赏 在彼此之间互相配搭 互相配合 在这个科创精神里面 其实都是我们很多小朋友 未来社会都需要的 遇到难题应该用什么方法解决 用什么步骤 用什么手段 遇到错误的时候 如何排除这些因素 亦都彼此激励 互相欣赏 我觉得学校的任何课外活动 都是本注这一个精神 让他们尝试坚决不屈 去面对他们的困难 并且不放弃 去一直坚持到底 我觉得 好学生就应该有这些质素 因为任何事情都不一定会如人意 都不是所有事情都会符合我们的期望 学生要慢慢一步一步去尝试 一步一步迈向成功 我们亦都很着重学生的品格发展 我们的生命教育 就是希望他能够学会 可以欣赏周遭感恩 天父为我们带来的美好 一切我们所拥有的都不是必然 当我们有这些因典的时候 我们又怎样 运用自己的性格强项 运用我们的能力 成为别人的帮助呢 我觉得我们的小朋友 如果能够 愿意和其他人分享他们的爱 愿意运用自己的能力 成为别人的帮助 这些特质 将会是未来优秀的一代 请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记得按一下小钟 我是你的游富 叫听歌 赞吧 请不吝点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